好,接下来我们来谈报表 当你是这一门课的老师 你就在你的课程管理里面 会有一个报表 在课程管理里面会有一个报表 这报表记录了些什么 看一下日志 你想看哪一部分的日志 他都会给你看 所有的参与者还是谁 看某一个人他曾经做了什么事 这是今天如果我选择所有的活动 下载这些日志 你就会看到他什么时间 从哪个IP使用者是谁 做了什么事情 他都会告诉你 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 可以看到 学生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他的 算是学习历程 他做了多少事情 这边很清楚 非常清楚 你可以 你也可以看某一个人 假如我看访课 是不是有来看我这些日志 有 当我这一个课程公布之后 竟然有这么多的访课 从外面来看我的课程 这些报表是很有用的 对你的课程的一些资料是很有用的 你也可以了解你的学生 在你这一堂课里面 学习的成果是怎么样 在这边报表里面有很多选项 你可以慢慢的去看一下 他会做了些什么事情 有哪些动作可以选择 按照不同的需求 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的报表 符合你想要知道的一些讯息